银河数位时代 华林县府为了推动教育部 班班有网络 深深用平板的目标 在既有的传统书写 与汉字文化传承 寻求数位的转型 日前由教育处 还有科技公司 共同签署数位一笔软体合作案 透过数位装置 以及触控笔 利用APP系统 就能够轻松书写 绘画还有设计 希望提供学童们 更多样的数位书写学习 面对数位时代的快速发展 传统汉字书写文化的传承 也面临转型洪流当中 为推动教育部 班班有网络 深深用平板的目标 华林县府教育处 日前和政威集团 以及旗下科技公司 共同签署数位一笔软体合作案 并邀请民联国小学生 透过APP 见证辉好你真诚度 在22年前 在淡江大学 我们的资讯工程系的教授 我们总共有三位教授 带了六位博士跟授士研究生 一起研究如何在现在的 当时22年前还不像今天 但是那个时候电脑已经开始了 在电脑当道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和传统书法的教学学习 或者是创作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么就这一个理念之下 开始研发我们讲的定名为数位一笔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 我觉得非常适合在数位一笔的推动之下 能够有更好的内容的话 让这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的话 能够累积更多的经验 能够在文字书写部分来讲的话 传承中华文化很好的基础 科技教育还有传统书法 印比书法的教育呢 在我们花莲是非常沙根的在落实推动 那今天呢数位一笔将这两个串联在一起 我想对花莲来讲是提供了一个第三的一个 在老师在校长的一个教学推动上 是一个第三的一个方式的一个选择 我想不管是科技教育或者是书法教育 印比书法教育乃至于数位一笔的这个推动下 我想这三个的一个整合 或者是互相的一个搭配 都能够让我们的学校教育的一个推动上 更加的一个如骨天意 也带给老师不同的一个选择 国宝级书法大师张炳黄教授也受邀出席 介绍也见证数位一笔app 在传统级数位文化兼容并续的特色与应用 继续借由数位一笔app系统 让花莲学子在学习上有更宽广多元空间 增加学习书法兴趣 进而把书法文化推广至日常生活 拿起数位装置与笔 藉由数位书写陶冶性情 将中华文化国粹持续发扬光大 记得蒋方燕华临时报导